去过夜店不 没有 去过夜店 去过夜店吗 没去过 去过夜店吗 No 我必须带上我的秘密武器才能说过 太酷了吧 我 经常去夜店 第一次就第一次 没关系 是吗 你不会嘲笑我吗 不会呗 咱们都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 我还未成年能去吗 我还未成年能去 你别装嫩呢 Hello 各位好 我是K3 你是谁 我是阿刘马斯德佑 今天我们要干嘛呢 夜店出体验 真的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去 真的经常 心跳加快 我没多少紧张 为什么老手 我也不是老手 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 我比较喜欢尝试这种新鲜的东西 对 新鲜的东西 看不到我脸 这样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Tex的门口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在这门口 很多老外 然后他们在跳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等会要进去看一下 但是进去之前我觉得我得带上 刚刚从黄帆纳借的Airport Pro 我怕我进去直接耳聋 好不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上 反正我们轻车熟路好不好 就像天天来一样很自然 走 我们走 走 走 都是成年人了 得干点成人 该干的事情 这里面是真的吵 麦克风直接全部报音 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大堆废话 现在一个字都听不清 说说话 如果我不戴耳机 我估计我一分钟都受不了 老外们倒是挺嗨的 可能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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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一关 各位感受一下 不得劲啊 像我们这么正经的人 怎么能不干点B站特色行为 OK 玩归玩 闹归闹 蹦迪最后还得跳 接下来就是夜店新手 刘师傅给大家带来的 夜店之旅 各位随意感受一下 对了 不要下次一定 赶紧三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的天哪 里面可比我想象中的恐怖的多 怎么样 K桑 啥感觉 太短了 待了五分钟就出来了 干嘛呢 我心脏直接受不了 太好 感觉如何 讲道理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里面小语节是挺多的 但是我已经看习惯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好歹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就你们还行吧 就那样 就那样是吧 刚从睡觉回来 所以没什么这么好说的 几个男人来这里 我们绝对是唯一的 好吧 说实话 这第一次体验还不错 真的说还不错 因为它里面真的太响了 虽然我有那么一两次 把那个耳机摘过下来 但是天哪 我不敢想象 为什么为什么天天会有人 想去这种地方 估计也不会天天有人去吧 因为真的真的受不了 好吧 这种地方 如果大家没去过 我推薦大家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年满18岁 没有年满18岁 千万不要学我进去 跟你各位讲 去这种地方最不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不想洗头发 然后你进去了 然后你头发就会变得很臭 所以说 所以说你头发变得很臭 你回去就必须想洗头发 然后 就搞得你很难受 现在已经两点钟了 你回去 你还想 哇操 我居然回去 还要洗澡洗头发 这是最难受的一点 真的 我们需要一个妹子 好的 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自己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期 不用担心 零一点 跟赞 同意充电 都是可以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关注我 还有关注各位 这就完了 这就有精神 对啊 太水了 我都不好意思发现这种事情 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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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播了很快 100万播放料 哦 哦 哦 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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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祝他留100万播放料 Rise 那么大家